全世界约有一万多种马鹿虫 也叫千族虫 其中最大的是非洲巨型马鹿虫 它们拥有一项秘密化学武器 远古时代的巨型马鹿身长可达三米 它们是森林地表节肢动物的主宰 它们依靠腿在林间滑行 以腐烂的植物为食 巨型马鹿的身体很柔软 但钙质的背板为它们提供了保护 这种坚硬的保护性外阻隔的材质 与龙虾壳相同 马鹿的身体有很多体节构成 遇到危险时分成一节一节的身体 可以紧紧蜷缩起来 一般雌虫马鹿可以长750只脚 是世界上脚最多的生物 头卷在里面 外骨隔在外侧 它们还有一个在紧急情况下 使用的秘密武器 马鹿身体的每一节都藏有臭线 当遇到强硬对手时 这些臭线会分泌出化学物质 喷射出一种难闻的刺激性液体 能赶走猎食者 巨型马鹿体色身 它们大多在夜间活动 白天觅食很容易被发现 猎春捕食各种昆虫及其他节肢动物 猎春是许多害虫的天敌 现在这只巨型马鹿就引起了一只猎春的注意 猎春同样拥有化学武器 非洲巨型马鹿和猎春体型相差很大 但对猎春来说 这倒不是问题 问题是巨型马鹿的盔甲 马鹿试图闪躲 它扭动身体并喷出刺激性液体 猎春在控制害虫数量 维持生态平衡方面 其有一定作用 猎春似乎对马鹿的化学防御手段免疫 它对马鹿柔软脆弱的腹部发起攻击 猎春前后足上的腹节弯曲而尖利 能抓住光滑的圆形表面 同时特别进化的纹管 会扎进马鹿的身体 然后注入自己的化学武器 麻痹性毒素以及消化酶 猎春的消化酶 能溶解马鹿的内脏 马鹿紧紧蜷缩起身 局势已无法挽回 聪明的猎春 把体型大于数倍自己的对手变为美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